你也别这么敏感 省得外人说我们侯府欺负姑女 被侯府找回时 我正在与其而抢时 我怯弱抬头 故意露出耳后的胎记 前一是 我护着侯府千金认亲 他却以保全名声为由 将我拖到乱葬岗喂狗 这一是 荣华富贵我来想 永安侯的车架停在新民坊外面时 我正呲牙咧嘴的和其他乞丐 挣半块馒头 乞丐卑贱 没点凶性 不去争抢 就只能饿死 所以自从流落到乞丐群后 我就学会了争抢 身上也留下了深浅不一的伤口 新民坊的头头 带着侯夫人找过来时 我正死死地搂着半块馒头 任由拳打脚踢 烟红的鞋挡住了我的视线 只听到向尾传来一声怒吓 踢打我的乞丐们受惊 一哄而散 我直起身 半眯着眼看着一脚精致的衣袍 缓缓靠近 紧接着 我就被一个雍龙华贵的夫人抱住 她小心地替我擦进额头的血 眼眶通红 声音哽咽 我的书儿啊 你受苦了 都怪为娘无能 让你流落在外 吃了那么多苦 我假装色缩地歪了歪头 不经意露出耳后的胎记 夫人眼尖 激动地摸着我的耳朵 气不成声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胎记 书儿你还记得母亲吗 我是你的母亲啊 母亲 我不记得了 打我记事起 就在这儿做乞丐了 其他的 我 我都不记得了 我小心翼翼抬起头 事实露出几分忐忑不安 侯夫人的眼泪越来越多 疼惜地抱住我轻声诱哄 没关系 姝儿回来了就好 等回了侯府 咱们就是精尊玉贵的千金 再不是什么无依无靠的乞丐了 我点点头 如目地靠上她的手臂 很快 永安侯在庄子里 休养六年的千金回来的消息 传遍了京城 侯夫人声势浩大的开府社宴 到场的所有人都在窥探 大小杰和夫人真像啊 温婉善良 真不愧是亲母女 我笑得腼腆 没人知道 我这个千金其实是个假货 我本名叫阿潮 没有姓 我的母亲是江南一处青楼的花魁 她生下我十才十六 我没问过我的父亲是谁 因为我明白 连我母亲自己恐怕都不清楚我的父亲是谁 等我长到八岁 青楼被大官抄查 我连同楼里的其他女孩一到被卖给了人牙子 他们有的成了娼妓 有的被卖给了乡爷的傻子当媳妇 更有的死在了人牙子的院里 我靠装死逃了出去 混迹在乞丐堆里 和大大小小的乞丐一块乞讨为生 乞丐堆里最不缺孩子 而和我最要好的女孩 就是永安侯府的真千金肖旺叔 她伤了头记不清事 只知道自己是被人拐来的 加上体弱多病经常被其他人排挤 我们年岁相当 又都是女孩 理所当然成了朋友 我性子强 手脚灵活 便力所能及地护着这个唯一的朋友 前世 肖旺叔被侯府认回时 泪眼阴阴地说要带我一块去享福 我无意扒着她占便宜 只是 因为这个体弱的女孩终于不用和我一样颠沛流离了 却没成想 她说的享福是送我去死 肖旺叔执意把我带进了京城 亲自安排了一处宅院给我 我以为是她心思纯善 不然我再过从前忍记挨饿的日子 谁知她只是想把我圈进在她手中 京中贵女最重声明 她怕我将她流落在乞丐堆里的事情到处乱说 准备以死封口 而她从前的失意娇弱也是装的 六年时间她忍着嫌恶和我这个卑贱的乞丐做朋友 不过是想让我拼着伤替她挣一口吃的 好让她能活到家人找来的时候 我藏下她送来的迷药 食指膜的鲜血淋漓才从那处高墙宅院翻出 却被她早早安排好的侍卫打晕丢去了妓院 她说 阿潮 我心善 本没想这么对你 谁让你这么不听话 逼着我不得不出手 我挣扎无果 被妓院劳宝找来的男人侮辱 一头撞晕在床柱上 再醒来 我被带到了城郊的乱葬岗 林寻的白骨遍布脚下 周围除了风声就是狼狗的嚎叫 肖旺叔一步步走来 脸上的笑容甜美又可不 阿潮你一个乞丐 能救我是你的福气 可笑母亲还一直惦念着你 要给你万斤酬谢 你配吗 放心 等你死了 我会亲自告诉母亲 你呀 受不住这福气 病逝了 一抹寒意爬上我的脊背 我骇然地睁大眼 看着持刀的侍卫逼近 横跟在脖梗上的伤口 不断涌出鲜血 我在尖锐的疼痛中合上眼 俗世挣扎十几年 我最终被自己撒下的 一点善意逼死 好在老天有眼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六年相伴 没人比我更了解肖旺叔 了解到我完全可以成为 另一个肖旺叔 我借着乞丐们的手弄花了 他的脸和耳后的胎记 一步步代替他 成为真正的侯府千金 这次我要将他夹注在我身上的 欺辱百倍奉还 侯府给予了我这个消失六年的 女儿无上宠爱 金银细软流水般送进我的院子 侯夫人更是把名下最赚钱的店铺装子 统统画到我名下 她害怕我日后在同京城贵女的交往中 陋妾被欺负 特意寻了京师最有名的嬷嬷来教导我 我没接触过的一切 便拼了命去学 努力去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千金小姐 嬷嬷夸赞我勤勉聪慧 在侯夫人面前也不掩饰对我的欣赏 令爱聪慧好学 性子又温婉持静 夫人可等着享福吧 侯夫人大喜 看我孝顺 心中更是欲贴 前世肖旺叔被找回来后 不满侯夫人对她的严苛教导 她偏激地以为侯夫人瞧不起她的行事作风 拿着府里的金银地弃嘴里 还要骂一声 苟无眼看人低 每当侯夫人夸我坚韧聪慧 她眼里的嫉恨 仿若刀子一般 生生要在我身上挖下一块肉 肖旺叔最心于打扮自己 每日花蝴蝶一般 铺在京城各家小姐的宴会上 殊不知她越是这样狂妄放肆 越惹得众人嘲笑不断 而这一世 我在侯夫人精心教养下 逐渐成长为 与前世的肖旺叔截然不同的千金 夫人教我管家礼账 嬷嬷教我女工礼仪 先生教我琴棋书画 我变得自信 优雅 矜持有度 难得从公务中抽身的侯爷 看向我的目光亦是骄傲自豪 不愧是本侯的女儿 天生便如此聪慧 她们迫不及待将成长得去完美的我 推到众人眼前 春来三月 侯夫人广发情帖 替我办了场盛大的生辰宴 京中消息灵通的人家 无不好奇我这半路回家的千金 是何模样 喧闹的人生中 我穿着一席燕子流仙裙现身人浅 群居翻飞 容颜如花 众人望向我满眼惊艳 侯夫人引着我和席间的夫人小姐打招呼 走到一位目光尤为热切的公子面前 姝儿 快来见礼 这是长公主府的中世子 平日和你哥哥最要好 按理你也该换他一身哥哥 我目光落在他身上 公子如玉 风光际月 终于朝我点点头 露出一点清浅的笑容 上京第一出色的公子 前途无量的中世子 前世肖旺叔 魂牵梦营 求而不得的男人 如今正水灵灵地站在我面前 肖旺叔曾为了他派人对我拳打脚踢 面目猙獰地骂我下贱 长了一张狐媚子的脸 仅会勾引人 可惜你出身卑贱 再怎么不要脸 中世子也不会看上你的 原因只不过是我无意间替忠玉指了个路 如今再见到他 我玩耳一笑 眸中划过一道暗盲 肖旺叔 你所致爱的 我统统都要夺走 无依无靠 人人欺辱的无力 这次也唤你尝尝了 钟哥哥好 我是旺叔 肖小姐多礼了 这么客气干嘛 旺叔是我妹 阿玉跟我比亲兄弟还要亲 都是一家人 肖浮光笑着插磕打混 瞬间缓和了略有尴尬的氛围 终于神色淡淡 维持着风度对我略略点头 我也没有多做纠缠 浅浅笑了笑离开 身后肖浮光的吐槽声传来 不是吧 阿玉 怕女人怕到这个份上了 旺叔是我妹 和外面那些狂风旺蝶可不一样 小心点总不会有错 我不想招惹是非 前世追在钟玉身后的女子 不计其数 其中最疯狂的便是肖旺叔 他把钟玉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仗着权势不惜对其他女孩大打出手 经中有女孩的人家 全被他这般做派弄怕了 钟玉更是被他牵累得三年没有晋升 肖家想攀上长公主府的关系 对肖旺叔鸣扁暗包 纵得他更是猖狂 你们想方设法也阻止不了我 说明我和钟哥哥就是天生一对 长公主气恼派人教训他 却被肖旺叔不知羞耻的自我献身 闹了个没脸 直到我死前 钟玉被逼去了贫瘠的乡线任职 肖旺叔依旧在京城如鱼得水 我冷冷地合上眼 按耐下心中的焦躁 前世血管断裂 一点点失去生机的情形 如同复古之躯 叫我不得安宁 这次也该换肖旺叔 自己躺在烂泥里挣扎了 借着侯府无声的纵容 我和钟玉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从前在青楼为奴为婢讨生活的时候 管是妈妈曾神色复杂地夸过我 察言观色的功夫好 如今看来 确实件好事 我轻易讨了侯府上下的欢心 驾轻旧熟地掌握了钟玉的喜好 今日去京郊踏春 恰好买到了百味斋新出的点心 便给哥哥和钟柿子都烧了份过来 钟玉本不想接 但听到是百味斋的点心时 却犹豫起来 我藏好自己的心知肚明 笑得温软 钟柿子若是不喜欢的话 我带回家也是一样的 不要勉强 钟玉是甜又好面子 轻易不肯叫人知道 送上门来的点心正中她下怀 多谢旺叔妹妹操心了 点心我很喜欢 钟玉还是那般冷嗖嗖的模样 尝了口匣子里的点心 眼睛骤然亮了起来 我失笑 装作无意地提起 说起来我做点心的手艺也是极好呢 想日日做给家里人吃 还怕大家吃坏了牙 真是恼人 肖福光吃着点心 含糊不清地劝慰 怎么会 妹妹手艺好 能吃到你亲手做的点心是我们的福气 别人想吃还吃不到呢 我羞涩地笑笑 看钟玉边吃点心边点头的模样心下烧安 一年前我代替肖旺叔离开乞丐堆时 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私下派人找过依旧杳无音信 我不信钱是阴毒狠辣的肖旺叔会 如此轻易地放弃属于自己的富贵生活 它不出现 我的心便总掉在悬崖边 终于是我精心替自己物色的靠山 哪怕真正的肖旺叔出现 我必须依旧能坐稳侯府千金的位置 只是我没想到 万花丛中片叶不染 甚至隐隐有出家倾向的钟世子 这么好攻略 终于喜丹青 我便没日没夜琢磨话记 不经意间和他谈书论道 他喜欢吃点心 我苦心做出的花样 不输京城第一的百味斋 我将自己量身打造成最适合他的女子 在长公主放出消息 替他则妻前席 我收到了他亲手递来的情信 旺叔 我觉得这世间除了你 大抵没有适合我的女子 你若不嫌弃的话 可否做我的妻子 我第一次真切地笑了 攥着他送上的玉佩 放下了心口沉甸甸的石头 这块靠山墙大又安稳 可靠到哪怕侯府真的翻脸不认人 也无法动摇我的位置 我不信侯府会为了一个丢失六年 粗俗短见的女儿 放弃我这个精心培养的金波波 过了秋岁八月 我和钟玉交换了更帖 成为他板上钉钉的未婚夫妻 十月 测完凉晨几日 我身着凤冠霞配出嫁 永安侯和夫人端坐在高堂之上 对我细细叮嘱 目光满意骄傲 我嫁给钟玉 强强联手 天作之和 在他们眼里是在好不过的事情 一个女子在出色 也不过是嫁入高门显贵 惠则母族 打理家事 我这般 正合他们的心意 喜叫落地 钟玉背着我跨过门槛 温身安抚 别紧张 很快就结束了 我轻轻嗡了声 却控制不住手脚的僵硬冰凉 官里的众人皆赞叹我和钟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眷侣 感叹永安侯府以后要更进一步 永安侯在众人的吹捧下 兴奋地仗红了脸 杯中酒一饮而尽 直到拜完天地 厅堂外忽而响起喧闹声 仆人狼狈地过来回话 看到我目光闪躲 侯爷 外面有一个疯女人敢也赶不走 说她才是您的女儿 眼前的大小姐 是是冒充的 一场喜宴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 我神色平静 早在肖旺叔消失在新民坊时 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遭 不过 我想起那些被侯夫人转入我名下的田产铺子 想起陪价的二十万两白银和各色珍宝 嘴角轻轻勾起 一个不轻不重的千金身份 怎么比得上真金白银来的实在 真正的肖旺叔是个偏激的蠢货 但永安侯可不蠢 她素了脸 冷声训斥下人没规矩 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攀上我们永安侯的府门了 今日是大小节的好日子 谁坏了事本侯定不轻饶 她呀 还是舍不得这桩珍贵的婚事 我被下人引进后院时 耳边隐约能听见女子坚立的叫骂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蠢奴才 等我认完亲 定要把你们和那个不要脸的小婊子 一块扒皮抽筋去喂狗 一群没眼色的贱货 一个乞丐堆里长大的臭虫 凭什么嫁给忠玉 该嫁给京城第一公子的女人明明是我 粗鲁的话语甚是难听 看来没有了我的照幅 这一世的肖旺叔活得半点不如意 否则也不会学着流氓泼妇一般 昏速不济的叫骂 只可惜她来的还是迟了些 永安侯不会为了一个真千金的身份得罪我 而她注定要被我死死地压在身下 所有人心照不宣地保驾护航 我安安稳稳地和忠玉走完了成亲的一事 回门那日 我巧笑倩兮地陪着神情恍惚的侯夫人说话 全当队喜宴上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午膳时 肖旺叔不知打哪冲过来 张牙舞找的就要抓破我的脸 贱人 贱人 不要脸的东西你也配坐在这里吃饭 侯府的千金是我 该嫁给忠玉的人也是我 偷东西的贱货就该去死 忠玉不悦地将人拦下 把我护在身后 肖旺叔被他踹开 跌在地上痛得眉目扭曲 永安侯拍案而起 一脸怒容 放肆 谁让你过来的 伤到忠世子 本侯饶不了你 他色缩地抬头 露出半张伤痕的脸 啜泣诉苦 父亲 我才是你的女儿啊 怎么你们都笑了那个冒牌货 我受了那么多苦都是因为他 我脸上的伤 肯定也是他找人弄的 他就是想害死我享受荣华富贵 父亲母亲 你们一定得为我做主啊 火了刀伤的痕迹触目惊心 确实是我所为 但比起他曾加诸 在我身上的伤害 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前世 他嫉妒我的美貌惹人众目 便一刀一刀划破我的脸 刻下贱人二字 我不甘 求饶 痛彻心扉 却硬生生地被他将尊严踏碎 如今我还善心大发地 给他留了半张好脸 他怎么就受不了了 胡说八道 书儿温婉善良 怎么会做出如此恶毒的事 永安侯痛声反驳 目光却不由闪烁 肖旺叔那半张完好的脸 像急了侯夫人 他不瞎 怎么会看不出 他只是舍不得 舍不得我这个 才嫁出门 金钻玉贵的世子夫人 我茫然地眨眨眼 洋装无措地开口 父亲 既然地上这位妹妹非说她是您的女儿 不若找个大夫过来瞧瞧吧 若是真的 我也不想站着侯府千金的位置 叫他受苦 侯府管事请来的大夫进门时 肖旺叔被下人压着 按在座位上 不能动弹 他气喘如牛 恶狠狠的目光 好似要将我生存活泼了 我不害怕 却还是白着脸躲进忠欲怀里 妹妹别这样吓我 若真是我占了你的位置 我愿意还回去的 细细地泪珠垂落 惹得忠欲醋紧眉 为首的永安侯 见状不妙 急切地安抚我 说什么傻话呢 不管怎样你都是父亲的女儿 父亲不会不要你的 肖旺叔不愤 坚立着嗓子阻止 爹 你疯了 为什么要认他 他就是一个该死的冒牌货 我才是你的亲女儿啊 他就是个心思深沉的贱货 一个不要脸的婊子 父亲你得杀了他 替我报仇啊 永安侯的脸色青了又白 被他粗俗难听的话 记得一态全无 放肆 瞧瞧你这是什么样子 真给我们侯府丢人 长辈在这里 哪里轮得到你多嘴多舌 肖旺叔吓得一机灵 回头又不服气地撅起嘴 他不依不饶 又哭又闹 吵着要永安侯杀了我 我依旧端庄优雅地坐着 和肖旺叔颇负一般无礼的姿态 形成对比 永安侯看着我的方向 深深叹了口气 目光满是遗憾和不舍 我知道 他不想承认眼前这个装弱瘋魔的丑八怪是自己的女儿 但他也舍不得放弃我这个好不容易 和长公主府攀上殷亲的女儿 大夫分别娶了我和肖旺叔指尖血放入清水中 肖旺叔得意地晃着头 目光挑衅 我不为所动地盯着桌面上的清水碗 烟红的血珠浸在水中 一下 两下 慢悠悠地合二为一 三点血珠融为一体 我不动声色地勾起唇角 青楼的管事妈妈 曾为了替楼里姑娘的 私生子认亲在水里作假 只要控制好水的温度 任何人的血液都可以融为一体 永安侯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府长大笑 看来你们都是本侯的女儿 往后咱们都是一家人 肖旺叔不可置信 暴怒地砸了碗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明明就是一个冒牌的剑种 你 是不是你 一定是你和他勾结 换了碗里的水 他急得跳脚 指着大夫历生质问 肖旺叔数次出丑 永安侯忍到极致 真是该死的孽障 举止粗鲁 言语无状 早知本侯就不该让人带你进府 父亲 你当真是老糊涂了 竟然竟然向着那个剑种 肖旺叔胸口不断起伏 两眼一翻 生生气撅了过去 其实事情的真相 我们都心知肚明 肖旺叔是真千金 我不过是个心思诡调的冒牌货 永安侯无法把家族的赌注 放到一个容貌尽毁 粗俗无礼的女儿身上 所以无论他再可怜 再辛苦 也激不起一个侯府当权者 心中半点波澜 如同前世无依无靠 命如草芥的我 就算死掉也掀不起任何风浪 肖旺叔被吓人抬走 永安侯歉意地向我和忠玉陪礼 乡下来的野丫头 不懂礼数 书儿和世子别见怪 也是为妇媒处理好 扰了你们的清静 父亲说的哪里话 我们是一家人 莫说她是个野丫头 就算她是个疯子 女儿也不会介意 永安侯善善一笑 始终没说话的侯夫人神色复杂 我被忠玉扶上马车 回门日荒唐地结束 马车摇摇晃晃 她攥着我的手没有言语 忠玉不傻 我从未自信地觉得 自己的这点小手段能骗过她 只是我垂下眼 四肢僵硬冰凉 我不怕 我做了那么多准备 嫁给京城最有权势的公子 哪怕他厌弃我 也无人能动摇我的位置 马车停下的时候 他附在我耳边 轻轻说了句 不管你是谁 嫁给我又到底为了什么 如今你只是我的妻子 我恍惚地睁大眼睛 身体渐渐回暖 长着数百田产铺子的人是我 广平狮子飞是我 我有权有钱 再不是那个尘埃一样的女孩 哪怕这些东西 是我不择手段偷来的又怎样 这次老天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肖旺叔被永安侯 居着不放出门 她无法只能含恨在侯夫人面前 做小伏地 泪水连连地博取两分同情 女人感性 尤其是一位母亲 侯夫人摸着肖旺叔身上的伤疤 气不成声 她跪求永安侯给了肖旺叔千金的体面 侯爷 妾身知道谁是妾身的亲生女儿 骨肉相连 她受了那么多苦 咱们得照看着她呀 你你糊涂啊 你要为了一个容貌尽毁 举止粗俗的女儿 去得罪长公主 得罪中世子嘛 她这般风魔无状 不好好管着是要闹出事的 永安侯恨铁不成钢 急得直拍大腿 肖旺叔哭着拽住她的一脚认错 对不起父亲 女儿知错了 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吧 女儿保证绝不惹事 真正的肖旺叔改名成了肖寒碧 永安侯希望她收敛谢 不要再丢侯府的脸 而我 阿潮 如今就是肖旺叔 这个名字 身份和属于其后的荣耀 都是我一人的 永安侯府多了个二小姐的消息 穿满京城石 肖寒碧带着面纱来我面前炫耀 瞧 姐姐 你想法设法的 占了我的身份又能如何 一见面 父亲母亲就知道谁是亲的 谁是不要脸的见货 你也别想一辈子风光 属于我的东西 我都会重新拿回来的 看着眼前的肖寒碧 抬手挽发的小动作 我心弦一动 这是专属于曾经的 侯府千金肖旺叔的动作 前世 他被侯府的人马找回 骤然脱离石不果腹 人显苟艳的乞丐身份 疯狂喜欢在身上装点各种奇珍异宝彰显身份 生怕别人看不见他身上的好东西 我已然明白 肖寒碧也重生了 所以 前世茫然无知 只能被动等家人找来的他 如今主动登上了侯府的门 不过可惜 他来的还是太晚了些 永安侯府又多了一位千金的士 传遍大街小巷 众人嘖嘖称奇 不乏好事者故意调笑 莫非这永安侯从前也是个多情种 我瞧这侯府不久就能集齐七仙女了 肖寒碧狗改不了吃屎 前脚被永安侯警告 不能多事 后脚就马不停蹄地敷衍 她礼仪学得不到位 穿着昂贵的穿云纱 也瞧不出气质 遮遮掩掩地凑到人堆里造谣 你们不知道 前头来侯府的那个女人 就是个冒牌货 她贪目虚荣顶了我的位置 叫我吃了不少苦 可怜我心善 没叫父亲把她赶出去 否则就凭她那个卑贱的身份 给大家提携都不配 肖寒碧说得起性 得意时脸上的刻薄便藏不住 她当众人还会同前世一般哄着她 捧着她 附和她的一言一语 殊不知 人都是屈立的动物 永安侯舍不得为了她放弃我 外人自然也不会想不开 为了她得罪我 你说这话真是可笑 旺叔姐姐和你是一副姐妹 你公然在背后说她坏话 当真没有教养 我看你这粗俗无理的姿态 就不像是什么贵人 还敢贬低柿子飞 人家的礼仪教养 可比你墙上百倍 肖寒碧不可置信 神色扭曲的叫肖 你们怎么了 我才是真千金 你们该讨好的人是我 不是那个不要脸的冒牌货 你们这群没眼色的小贱人 信不信我叫我爹找人教训你们 众人鄙夷又厌恶 没人肯主动去和一个泼妇结交 他拜信而归 回府又闹了一通脾气 有人把话传到我这里 我笑笑 不掩忧愁 我可迫不及待等他狠狠跌一个跟头 怎么会生气呢 他呀 从乡下来 不懂礼数 人也有点轻狂 若真是犯了错 大家也不必顾及我 吃了亏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那我们要真对他动手了 你可不要生气 怎么会 对付肖寒碧这种 不要脸面又恶毒的女人 争执辩驳是不行的 只能下狠手以毒攻毒 我不信 数位贵女背后的家族 一同上书谈和永安侯娇女无方 爱面子又贪不权势的永安侯 会对一个拦路时不管不顾 不用我亲自出手 永安侯子自然也容不下一个愚蠢又自大的萧寒碧 关于萧寒碧的弹劾如期而至 永安侯在朝上被群起而攻骂了个狗血领头 微臣当真不知永安侯府什么时候有了那么大的权力 府里的二小姐竟然叫嚣着要找人教训臣子的毒女 此不教父之过 微臣看就是永安侯力身不正 带出来的孩子才这般目无法计 天子脚下他就敢这样仗势欺人 若真患了普通百姓落到他手里 岂不遭殃 永安侯气得直抖 被皇帝停止罚凤 灰溜溜地回了府 萧寒碧气焰正高 指挥着下人把我院子的奇珍一草撤走 撞上怒气冲灌的永安侯 猝不及防挨了个耳光 父亲您真是做什么 女儿哪里挨得您的眼了 您竟然出手打女儿 萧寒碧委屈地捂着脸 眼睛不甘心地乱转 你也账 本侯早该把你一刀抹了脖子 平白让你生出这么多时段 知不知道今天早朝上又多少人弹劾本侯 侯府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永安侯气红了脸 恨不得抽刀斩了眼前的蠢货 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敢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个冒牌货故意陷害我 父亲你真是是非不分 他拧眉 眼睛脆了毒一般又开始叫骂 永安侯懒得再开口 直接让下人经了萧寒碧的足 等着挑一个破落户远远地把他嫁出去 今日的侯府惹了众怒 永安侯无法 只能借着我的手慢慢调和与众人的关系 我回府拜访那日 萧寒碧拿着白铃悬了梁 哭闹着不活了 侯夫人焦急地抱着他让我道歉 姝儿 往日母亲带你不薄啊 如今你妹妹想不开 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让你让她吧 母亲想让女儿怎么做呢 我目光讥讽 看着那对亲母女抱作一团 侯夫人目光微闪 孽诺开口 舅舅给韩碧道个歉 然后把手里的铺子财产分他一半就行 萧韩碧躲在侯夫人怀里啜泣 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我笑了 两步上前拽过萧韩碧 一巴掌打上了他的脸 做见了丢人的事 还想靠自杀药好处 你是真嫌父亲的官做得太稳了是吗 用尽全力的一掌 震得我手心发麻 他疯了般大叫起来 仰起手臂扑向我 贱人你竟敢打我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够了 萧韩碧过了这月 你就去乡下的庄子上休养吧 别在京城给侯府丢人了 永安侯听见我的话绷紧了心弦 再没有一丝犹豫 萧韩碧闻言颓丧地垂下脑袋 面如白纸瘫软在地 直到我经过他身边时 才颤巍巍活过来 他侧手 目光阴毒狠辣 前世你被我丢在乱葬岗 喂了野狗 今生你也别想逃过我的手掌心 你等着瞧 我不屑一顾地看着 萧韩碧嚣张得意的样子 蠢货就是蠢货 重来一世 又不是换了脑子 前世一手好牌 他都能打得人人嫌恶 今生处处不利他 又怎么可能胜过我 他不想放过我 正巧我也没想放过他 永安侯将萧韩碧驱逐出京后 萧韩碧难得安静了一段时间 他跟着侯夫人吃斋念佛 一副潜心悔悟的模样 我了解他毒蛇一般的性子 仍旧处处防备 生怕被他钻到空子生事 直到三日后 我偶然感觉头晕胸闷 府一过来把脉查出了身孕 大夫说我腹中的胎儿 已经两月有余 终欲喜不自胜 连连嘱咐下人去发红风 京城有头有脸的人家 接送来了鹤里 流水般堆满了库房 侯夫人不情不愿地来看望我 萧韩碧跟在身后无比乖巧 他掐着嗓子 柔声细语地回我说话 恭喜姐姐 姐姐如今有了身孕 可要小心点 这磕了碰了的都不是小事 我平静地引下 抚一煎好的安胎药 对他的话避耳不闻 萧韩碧咬牙 真羡慕姐姐 有了个如意郎君不说 如今有怀了身孕 这般孕道 普通人可压不住 他暗有所指 我心知动明 压低了声音 不劳妹妹操心了 这运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有的人死缠烂打 不还是人才两空吗 萧韩碧阴沉一笑 揪着帕子离开 那就祝姐姐永远好运 千万不要一失两命了 我也笑了起来 不轻不重地说给他听 命运吗 谁知道呢 说不定每天就是 姐姐我替你收尸呢 永安侯府送来的贺礼 都被我远远丢开 我身子重 行动起来更得小心 在萧韩碧那条疯狗咬人前 我得将一切的风险并除 我不想拿我的孩子 和他泊一口气 萧韩碧装模作样地上香拜佛 摆着一副清冷出尘范儿 想散播好名声 我便借势送他归西 安插在侯府的暗探传来消息 萧韩碧私下一直在接触一支外来的商队 暗探能力有限 查不出的那群人身份 我却知道那不是什么商队 而是一群无所顾忌的亡命之徒 也曾是欺负过我和萧韩碧的乞丐 只是没想到 他如此大度 把曾经欺负过他的人收为己用 前世 萧韩碧就是借着他们的手 殴打 欺凌 一步步把我推上死路 更有不知多少得罪了他的女子 被他这样断送了生命 我找人散出流言 说近来京郊的山上有刘斐出没 京城捡了风声 一时无人出门上香拜佛 除了萧韩碧 他还想靠与佛有缘的人设博取大家夫人的赏识 自然不可因莫须有的流言功亏一亏 侯夫人劝他缓缓 等没事了再出门 萧韩碧不以为意 鄙视他胆小怕事 怕什么 我去了昭华寺那么多次都没有流匪 传言一定是假的 等寺里的大师给我批个贵不可言的命格 京城里的夫人不得争着抢着要我嫁进去 到时候看那个贱货怎么嚣张 母亲你别挡了 我的好路子 女儿要是嫁进高门你不是也享福吗 萧韩碧想借着礼佛的名头 保全自己的名声是真 想借着匪徒的手 再次杀了我也是真 昭华四零宴 京城不少人喜欢去求平安福 我怀了身孕 自然也想求个心安 萧韩碧想借此除掉我 殊不知得到报应的人 却是他 匪徒凶悍 只认钱 不认人 钱是 萧韩碧还有金尊玉贵的千金身份 把控他们 今生容貌尽毁 名声又烂透大街的他 可没了这样的本钱 侯府的马车走到半山腰 从林子里窜出来的持刀匪徒拦住路 萧韩碧吓得如同安蠢一般 瑟瑟发抖 被人粗暴地从车厢拖出来 他挣扎不休 嘴里不甘不敬地叫叫骂 错了 错了 你们该抓的不是我 是那个冒牌的贱人 一群蠢货 快放开我 可惜 没人有功夫听他说这些话 永安侯府那个新来的二小姐 被删上的 刘斐劫走生死不明的消息 传遍了京师 侯夫人不管永安侯的警告 大张旗鼓地找了三天都没有头绪 我不着急 依旧安安静静地 在府上替我喂出事的孩子 绣着小衣 三日过后 侯夫人哭天枪地地 闯进了我的府邸 她怀疑我却不敢说 只能以死向逼 胁迫我帮她找人 可我哪里会在乎她的命呢 前世陷入绝境时 我也曾抱着最后的希望向她求救 永安侯夫人是京城各家夫人嘴里第一善良的人 可那时她是怎么说的呢 阿朝你说什么傻话呢 这些日子我们侯府可带你不薄 旺叔就是年纪小 爱完了一点 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你也别这么敏感 省得外人说我们侯府欺负姑女 此时 我看着她憔悴落泪的模样 只是笑了笑 夫人不要多想 韩碧就是年纪小 爱完了些 说不定是和什么新朋友玩耍去了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最后 侯夫人是黑着脸被下人送走的 至于萧韩碧 她被匪徒关进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喊得嗓子都失声了 听到刘斐要把自己送进边关的窑子里 她跪着恳求 你们放过我吧 我有一个姐姐花容月貌 肯定比我之前多了 我把她骗过来给你们 你们饶我一命行不行 可惜 她不知道这群刘斐受雇于我 没有我的命令 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她呢 我托人给了刘斐一笔金子 他们便带着萧韩碧远远地离开京城 坐上了跨洋的商船 永生永世离开了京师 后来 我的孩子出生 等他长到三岁的时候 我私交的好友送来一个精巧的象牙雕剑 百剑雕的是一艘大船 和船上的众生百态 朋友只向船上一脚 笑着说 这是南洋有名的杂技摊 表演的女人没了手脚 但展示起花活来 灵巧极了 我阿蒂说 这女人还一直嚷嚷的是咱们京城人 是什么大家千金 谁家贵女有这样的 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细心地替孩子擦进额上的汗 听着堂外响起的脚步声 笑了起来 谁说不是呢 可笑极了 上苍之善恶 天道好轮回 这不 她的报应来了